嗨 大家好 我是清明連假還在趕稿的Waiter 嗯 嗯 對 我還在趕稿 呵呵呵 該死 我的星數到解稿還沒畫完 死定了 呵呵呵 我在這邊開放 如果你連假有出去玩的人 可以在底下留言炫耀一波 沒有出去玩的人留言給我 我們互相取暖 嗯 好了 這次的故事非常特別啊 是一位觀眾投稿的 當下我看到這則故事的時候 覺得很毛啊 念給幾個朋友聽 他們也覺得毛骨悚然啊 好 那就不廢話了 老樣子如果想支持阿成的話 遇到廣告可以幫我多看10秒喔 故事 開始囉 鬼跳舞 本集故事由聽眾阿達投稿的 一樣就讓阿騰來扛吧 這是一個發生在高中的時候 我的親身經驗鬼故事 在高二的那個暑假 因為我是籃球校隊的 所以整個暑假都住宿 待在學校練球 也因為是暑假了 所以基本上 學校除了球隊以外的學生 就沒有其他人了 還記得有一次晚上 我們剛練完球 我幫忙打理了整隊的晚餐 那個晚上 我們決定叫麥當勞外送 喂 我們要叫歡樂餐 五份 嗯 飲料都要肥仔快熱水 嘿對 啊薯條要不要加大 阿賓 你們有沒有加大還不是差不多 還記得那一年的暑假很悶熱 動不動都飆到三十幾度 那天晚上我跟室友兩個人 剛踏出宿舍 準備往校門口去拿晚餐的時候 我突然感受到一股涼意 蛤 怎麼了 沒有 不然為什麼突然起雞皮疙瘩 好冷喔 那個晚上的氣溫非常不尋常 明明是在夏天 但溫度卻特別低 特別涼 整個戶外就好像是誰忘了關冷氣一樣的冷 在這裡說明一下地理位置 我們的宿舍要到校門口拿晚餐 就必須經過一個廣場 那天當我們快走到校門口的時候 欸 無意間看到了至少十隻狗 從校門口的縫隙鑽進來 雖然覺得奇怪 但我們也不以為意 就只是當狗狗要來學校過夜吧 就這樣我們拿完餐點後 準備一路走回宿舍 在經過廣場的時候 卻發現了剛剛那十幾隻野狗在廣場上 他們是很有秩序的繞著一個圈圈 就像人形無功一樣 頭接著尾巴一直轉圈圈 他們時不時還會噴高雷 雖然狗沒有什麼好怕的 但一群狗還繞圈圈吹狗螺 平常不怕狗的我 也開始怕起來了 喔幹 因為手上拿了整隊麥當勞 我怕太鄉會被攻擊 這樣我根本賠不起了 最後安全起見 我們改走了內側的教室走廊 避開野狗 欸 剛剛那群狗也太可怕了吧 十幾隻在那邊繞圈圈欸 對啊 媽咧 要不是我手上拿的炸雞 我是不怕他們的啦 我跟你講 就這樣 我們兩個一邊講幹話 一邊穿越走廊 往宿舍前進 但卻在快走到宿舍時 突然間聽到的教室內 有椅子被移動的細微聲音 我們兩個瞬間都停了下來 因為那個聲音 正是從我們兩個經過的教室 傳出來的 欸 卡 你有聽到嗎 嗯 有 欸 剛剛那個教室 是有人的嗎 暑假除了我們球隊練習之外 你覺得還有別人嗎 那你的意思是 那個聲音是 阿 阿飄 結果話還沒講完 一陣客座與倒塌的聲響 就從教室內傳的出來 蛤 蛤 幹嘛 什麼飄啊 老子還沒信那個了欸 蛤 蛤 蛤 回到宿舍後 我還確認了一下外面 有沒有人跟來 而剛剛在廣場繞圈的野狗 也都已經離開了 彷彿他們好像進學校 就是為了做那個繞圈的動作 後來因為宿舍人多 加上剛剛的一切 彷彿都只是一些多想的情節 在吃完完成後 我整理整理 就去洗澡了 而沒有想到 最可怕的 就是發生在洗澡完後 洗澡完 當我走出浴室時 天空開始打雷 下起了大雨 什麼啊 下雨了 這雨看起來好像很大欸 當時為了想知道 雨室有多大 我走向的走廊 伸手去接雨 沒想到 卻看到了 宿舍樓下的廣場 正有一群白衣黑髮型體的人 正手牽著手 繞著圓圈 跳著舞 那是什麼 看到這個場景 我趕緊的回到宿舍裡 深情一點驚恐的 哼 你是怎樣 看到鬼喔 哼 冰狗 你怎麼知道 我將剛剛發生的事情 一無一時的告訴室友 你說什麼啊 有這種事 我去外面確認確認 就這樣 室友外出確認了 我大概過了一分鐘後 欸 怎樣 你有看到什麼嗎 哼 我剛剛看到一群 跟你講一樣的人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剛剛在走到上面往下看 跟你講的一樣 他們一直繞圈圈 哼 然後呢 然後他們在跳舞 跳到一半的時候 好像都發現了我 全部都停下來 抬頭看我 蛤 那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我要去搜東西了 我竟然要去別人宿舍睡 為什麼 他們剛剛看到我之後 好像就要走上來了 XX 北京喔 你還約他們上啊 你要先講啊 怪我囉 還不能先發現他們呢 要來就來 我又沒有辦法 就這樣 我們兩個迅速拿起了枕頭棉被等等的東西 準備要逃到樓下 跟其他人擠一擠睡一間 哼 哼 快倒啊 而當我們兩個急著跑下樓時 哼 在我要下樓梯的那一瞬間 我隱約得看到了 在宿舍的另一端樓梯 只有一個白衣女子 用倒退走的姿勢 同步地走上我們這層樓梯 剛好我們要下去 而他們上來了 最後那天晚上 我們一群人擠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度過了一夜 後來那位跟白衣人對到眼的室友 還因此發了高燒 最後在長輩的驗證下 才知道那一天原來是鬼門開 我們可能是無意間 看到了好兄弟們放暑假的那一刻吧 故事說完了 嗯 這個故事啊 不知道有沒有嚇到大家 我自己是覺得蠻可怕的 可是其實繞圈圈這個行為 真的蠻驚悚的 想一想晚上在學校裡面 看到一群人 一邊繞圈圈一邊移動 我還不直接笑到挫散 我自己在畫這幾幕的時候 蠻害怕無法呈現最好的給大家看 於是我去網路上找了 最接近文藝 真人版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一看影片 想一想 如果這些人真的半夜出現在附近的話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嗯 好了 接下來就是重要事情宣布啦 觀眾投稿又到了結算時間了 今年的一到三月呢 微鬼話總共採用了五則觀眾投稿故事 一樣我會以一則投稿500元 捐款給愛兔協會 因為阿騰那個角色就兔子美 我也加上自己的一點心意 總捐款數為5000元整 還是非常感謝各位的投稿喔 另外呢 目前神河稿件的是小幫手 如果有想要投稿的朋友啊 可以在資訊欄的投稿網址進行投稿喔 那這樣稿件才會到小幫手的手上喔 好了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要去趕搞了 笨我被殺了 大家掰掰